年轻人强迫正式的晚睡,都快成社会问题了,我曾经也常年这样,冥冥痛苦,焦虑,自为厌弃,却难以解除。 最滑稽的真相是,因为努力上京而熬夜的人,只是极少数,大多数人的熬夜,和努力无关,不过是放纵和不自律的结果,是逃避内心空虚焦虑的手段。 一个人躺在黑夜里,手机却连接着整个喧哗的世界,只要你不停下来,它永远有新鲜的东西未养给你,我们被这块小小的电子屏幕去养成了一只又一只信息偷贴。 第二天倦怠无神,经历不及的时候,也不是没想过要好好睡觉,可就是很容易去服于熬夜快感,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睡眠节奏,养成能高效恢复经历的睡眠习惯。 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《睡眠革命》这本书,它真的帮我从恶性循环里跳出来,人生第一次让我感觉完全掌控了自己的睡眠。 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英国的睡眠专家,从事睡眠科学研究超过30年,他提出第二90睡眠方案,服务的是贝克汉姆、NBA球员,这样的顶级运动员以及商业顶尖人士。 我特别没出息的想,读书真好啊,就算我工作一辈子,也请不起贝克汉姆的睡眠教练啊,可是我却可以通过看书,得到世界顶级的睡眠建议。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,我发现我们关于睡眠的潮食,大多是错误的,比如我们读新的八个小时睡眠论,比如可以通过早点睡,晚点起补觉,统统都是错误的。 在这些错误知识的指导下,我们永远无法获得满意的睡眠。 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呢?怎么做才能高效的恢复精力呢? 是时候重塑睡眠关,重建睡眠习惯了,和生物中对着干,我们永远是书家。 如果你对生物中的存在,心存怀疑,企图违背,一定被狠狠的教训过。 我就是那个被狠狠教训过的人,去年闭关写书,我偏爱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稿子。 所以我就想,以前上班要早起,晚上要睡觉是没办法。 现在反正24小时都是由自己支配的,那就干脆晚上写稿子。 白天睡个够好了,然后我就过上了日夜颠倒的生活。 但我并没有自由自在,随心所欲,美北生物中的后果很快就来了。 白天睡的再多,我也还是疲惫,精神状态很不好,注意力很难集中,意志力差,脑子转不动,没耐心,食欲不振,情绪很畅,脾气不好,而且不喜欢自己,一点也不开心。 自然了,我的写考效率反而一落千丈,原来晚上睡和白天睡,即使睡同样的时长,身体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 真的,相信生物中可以倦自己调节,真是最欲不可及,最不自量力的想法。 生物中又叫昼夜节律,它乃至在每个人的体内,它要求身体像我们的祖先一样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 它的存在已经被科学研究所证明,原来昼夜节律,是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,基因所控制的蛋白分子控制着我们的活动。 201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,就是颁给三位发现生物体中,控制昼夜节律分子机制的科学家,生物中是跟着地球昼夜更替走的,是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。 这个生日周期并不会随着电灯发明,电子产品越新越异而改变,更不会为了配合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改变。 违背昼夜节律,就像在长潮的时候减背壳,别人受到潮水的严厉惩罚,遵守昼夜节律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,该睡的时候睡,该醒的时候醒,违背昼夜节律后果很严重,该睡的时候不睡觉,缺失的睡眠再也无法补回来,身体会受到疾病的惩罚。 可是在这件事上,我们很难听不进俱犬,偶然熬夜猝死的新闻,只会引起我们短暂的恐慌。 熬夜是癌症的好朋友,也只是让我们略感忧心,猝死的爱毕竟是少数,熬夜晚睡,更像是不动声色的慢性杀手,一点一点折损我们的健康。 而我们都是不见棺材补掉类的顽固分子,一边承受着熬夜对身体的蚕食,一边心里带着隐隐的罪恶感,前腹后继的熬夜。 牢牢的记住一句话,和生物中对抗较劲,熬家永远只会是我们,我们都被八小时睡眠论给害了,大多数人笃信八小时睡眠论,笃信每晚睡满八个小时,才算获得充足睡眠。 媒体还经常发布睡六小时两眼无神,和睡满八小时神采奕奕的对比照片,吓唬我们。 所以,睡之前,要是发现自己睡不够八个小时就会非常焦虑,睡之后发现自己没睡够八个小时就会判断自己睡眠不足。 像我这种的完美主义者,一半掐指一算,发现睡不够八小时,我还会觉得当晚剩下的睡眠都没意义了,那天晚上你已经被我毁了,接着我会选择破罐子破摔。 睡眠革命告诉我们,八小时其实是没法的人均睡眠时间,但不知何时起,它却成了普遍适用的推荐睡眠时间。 然而,以为追求八小时睡眠而产生的巨大压力,反而对我们的睡眠起着破坏性极强的反作用。 简单粗暴,一刀切的八小时睡眠论,只会带来睡眠焦虑,把我们都给害了。 这么说有几个原因,首先,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,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 正如睡眠革命所说,这个世界上既有英国法切尔夫人,这种梅瓦只是四到六小时的人,也有像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和菲人·博尔特,这种梅瓦需要睡十个小时的人,吃得太多或者太少,反而适得其反。 一刀切的八小时睡眠论,会让许多人适应不良。 睡眠革命的作者,谈到自己的一个客户,梅瓦按七点五小时睡不精神,调整成六个小时之后,反而精神百倍,活力四射。 其次,评估和衡量睡眠质量,应该看睡了几个睡眠周期。 直至于每晚睡了几个小时没什么意义,一个睡眠周期是九十分钟,九十分钟里,我们会经历非眼动睡眠,眼动睡眠,快速眼动睡眠几个睡眠阶段。 这个过程就先下楼梯,我们下到越来越深的楼层,就是进入越来越深的睡眠。 刚开始的非眼动睡眠是一时模糊,朦朦胧胧的浅睡眠,听到一点动静可能就醒过来,还常常会觉得突然坠落,或者划了一脚而惊醒。 接着的眼动睡眠,是需要费尽才能把你吵醒的深睡眠。 睡眠的生理修复功能大多出现在这个阶段完成。 最后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,我们身体无法动荡,并且会做梦。 这一阶段被认为有利于开发创造力。 睡完一个周期之后,我们会醒过来,再进入下一个睡眠周期。 当然通常我们不会记得自己曾经醒来过,所以90分钟就是我们计算睡眠时间的基本单元。 我们不说我们睡了几个小时几分钟,而是说我们睡了多少个睡眠周期,充分的修复和睡眠,都是按周期走的。 如果一直扩在半梦半醒的浅睡眠阶段,睡多久也没用。 第三,每晚睡八个小时的刚性安排是不切实际的。 生活中,我们总会碰上加班,聚会或者其他临时事务,我们很难没完都睡满八个小时。 每晚八个小时的刚性安排,就像那颗怎么跳,也够不着的葡萄,只会让我们越来越沮丧。 睡眠革命,主张用弹性的R90睡眠方案,替代八小时刚性睡眠论。 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,以九十分钟的睡眠周期为计算单位,把睡眠放到一周的时间里来评说,而不是某一天。 理想状态下,我们每天获得了五个睡眠周期,也就是七点五个小时。 每周我们会获得三十五个完整的睡眠周期,但我们不需要做到完美,一周二十八到三十个周期也比较理想了。 一个没有睡好的糟糕晚上没什么要紧的,我们只要保证不要连续三个晚上缺乏睡眠周期,同时每周至少四天睡够睡眠周期就可以了。 我们立刻放下了思想包袱,因为并不是非得每个晚上都睡满八个小时,而且一晚上并不会决定一切。 请尝试顶尖运动员所用的R90睡眠方案,到小时睡眠论不切实际,只会带来睡眠焦虑。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睡呢?请尝试顶尖运动员所用的R90睡眠方案,那么如何给自己定制R90睡眠方案呢? 第一步,设定固定起床时间,这是R90方案的定海神针,是唯一必须固定不变的设定。 所以选择一个固定的起床时间,应该是一件顺重的事,要务实,不要不切实际,你需要回顾之前两三个月的生活。 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因素全部纳入考虑,然后选择必须起床的最早时间。 这个起床时间应该是你每天都能实现的。 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,需要你起的比这个时间更早。 理想的固定起床时间,应该比你必须上班,上学或做其他事的时间,早至少九十分钟。 这样在睡眠之后,有充分的准备时间,不会慌里慌张。 我之前一直自己是晚睡晚起新人,觉得理想的起床时间是睡到日上三干。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 设定固定起床时间的时候要注意,就算是晚睡新人,固定起床时间也不能比日出时间晚太多。 起床时间和日出时间隔得越远,就越未离昼夜节律。 晚睡新人和早睡新人的生物中最多畅两个小时左右。 早睡新人早上,无言自然醒,晚睡新人七点醒过来,绝对不会需要睡到上午十点的。 固定的起床时间是隐害神针,保证你的作息不会被打乱。 所以周末睡懒觉是大忌,睡一次懒觉,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 就算某一天你凌晨三四点才睡,你也要起床进餐,充分醒过来。 再回去睡,失去的睡眠是不过回来的,晚点起只会破坏人有的生物中,将已经建立的一切秩序陷入紊乱。 第二步,推算理想入睡时间。 根据固定起床时间,推算自己的入睡时间,再加上你入睡所需时间,就是你要上床睡觉的时间。 我们已经知道个体所需睡眠时间,存在差异。 不是睡得越多越好,也不是睡得越少越好,适合自己才能更高效率的恢复经历。 所以我们需要探索自己所需的理想睡眠周期,方法也很简单。 当你不清楚自己一晚上要睡几个睡眠周期时,就按五个周期的平均值开始睡。 比如你的固定起床时间是七点半,那往前推五个睡眠周期。 入睡时间就是午夜十二点,如果你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入睡,那么你需要提前半个小时,也就是十一点三十分就上床睡觉。 按这个方案睡几天之后,如果你发现你总是在固定起床时间之前醒过来,那你就不需要五个睡眠周期。 作者有个客户,按一个睡眠周期睡不精神,调整成四个睡眠周期之后反而精神百倍,活力四射。 相反,如果你按一个睡眠周期睡,还是觉得困倦,也很难再固定睡眠时间醒过来,你就需要再给自己增加一个睡眠周期,每晚睡九个小时。 我们计算出来的入睡时间是理想入睡时间,而不是固定入睡时间。 入睡时间不固定,正是290睡眠方案的弹性之处,但延迟和提前都不是随意的,而是一周期为单位延迟。 比如你平时是12点入睡的,错过这个入睡点,你就要一点半入睡,同时你仍然要在固定的起床时间起床,这样才不会干扰生物中,让你之后的作息大乱套。 同样提前睡,也不是随意提前睡的,没困意不要早早躺在床上等着,借提前睡,也以周期为单位。 第三步,睡前睡后的程序不可忽视,这是睡眠革命,对我观念最大的改变。 以前以为该睡的时候把自己送到床上,该醒的时候把自己从床上弄起来,就算完成任务了,殊不知睡前睡后的程序是好睡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睡眠质量和睡前睡后,所做的事密切相关,睡前要怎么做呢? 要照顾好身体的功能,睡前不要进食,大量喝水,要排便排尿,以免消化系统干扰睡眠,远离电子产品。 因为电子产品产生的蓝光,会妨碍退黑色的蜂蜜,而退黑色是用来给我们注眠的,我们可以换成看书,也可以关闭屏幕, 用手机来听注眠的节目,要人为的让光线有亮变暗的。 刺眼的光会让我们越发清醒,尽量睡闷狂的光线,睡前轻微的运动是注眠的,稍微整理一下房间或者东西是最好的。 将一切归于秩序,会让我们内心安宁。 如果你脑子里想法纷纭,建议补一个程序,就是把脑子里的想法都写出来。 在一张纸张上随意涂鸦就可以,当天发生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,明天的计划,心里的忧虑,把脑袋清空,才好平静的入睡。 起来之后要做什么呢? 沐浴清晨的阳光,补充水分和营养。 我们的生物中会根据一些外部线索来设定,主要是日光,还有进餐时间等因素,日光可以促进我们体内血清素的分泌,它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的醒过来。 进餐时间我最体会特别深,这一点要感谢我肚子里的宝宝。 怀孕之前我好多年都没吃过早餐了,现在为了这个小家伙,我每天都吃早餐,结果到了点,我就饿醒了,为成了最好的闹钟。 那种充分补充水分和营养之后的感觉,实在太介意了。 第四步,把日间小睡纳入身体修复日程,除了夜间睡眠,我们还要学会解锁日间的时间,午后一到三点,我们会出现一个倦怠期,如果夜间缺失一个睡眠周期,午后是最佳的弥补时期。 如果时间不够插入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,三十分钟的小睡,也能取得不错的修复效果。 另一个身心修复的大好机会是傍晚十分,五到七点,如果错过午睡,这个时候的疲倦几乎累积到一个峰值,小睡三十分钟,才可以利用好晚上的时间,但这个时段不适合插入完整睡眠周期,否则会干扰夜间睡眠。 写这篇文章之前,我记了一周的睡眠日志,对作者的理论和方案,进行尝试和验证,我发现我一晚上只需要四个睡眠周期,十二点上床,十二点半入睡,我会在早上六点半,不需要闹钟就自然醒过来,但我需要在中午插入一个睡眠周期,才能更好地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。 我并没有比之前多睡,可是精力却好了许多,心态也完全变了。 顺应昼夜节律,该睡的时候觉得困,该起的时候清醒,不慌不忙,真的很舒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